大家好,我是康志凱 一開始我還是會比較從視覺上面的吸睛的效果 跟從空間畫面的角度來看 這個物件進來畫面所呈現的張力或者是它的效果 這個是一開始我比較會優先去考量的 再來才會是它本身的舒適度 或跟人體工學上面的關係 台灣的品牌的部分 比較是後來因為一些案子的關係 然後接觸到這個領域 然後也發現台灣在這部分其實比較辛苦 所以在一些案子上面 會試圖的讓台灣的一些設計的品牌 跟物件也有機會在樣品屋或者其他東西裡面 然後能夠比較直接的被看到 我覺得台灣新一代設計師 對於一種我們本來就有的台灣的傳統的文化這些事情 如何把它做一個新的整合跟發展 讓它有牢的物件有些新的生命 那這個東西是我覺得在一般的消費大眾 可以能夠有比較直接的情感上的 或一些那種想法上的連結 在情感上就很容易有一些物件可以有些供應 那我覺得在這幾個方向去努力是一個比較 也是目前我看到比較能夠有些品牌 還能夠繼續的再維持 然後再也有一些不錯的東西可以出來 我覺得這些都是目前一個蠻比較重要的元素 那像這個物件其實只有幾千塊錢 那在一個空間裡面有時候需要一些小的物件 甚至是有故事的有頂運的物件 它其實是可以讓你的空間有一些 新的不同的想法跟改變 那然後可能可以再進一步 譬如說我剛剛提到那種燈具等等 可以先從家室的部分開始先收藏起 然後到後面等 當你真的認識到一些品牌上的價值的時候 開始喜歡上這些其他不同的產品 那可以再進一步的做其他的收藏 我覺得可以循序漸進 那開始去體驗一些真的品牌 在每個品牌裡面的一些美好的事情 譬如說其實在空間裡面有時候 像這個我自己家也有 就有時候就稍微改變一下 你只是可能很簡單的花慢慢弄 其實不見得暢話一定是需要非常多的學問 有時候很簡單的一個小小的動作 就可以讓你的空間稍微有些不一樣的東西 我覺得那個東西是很實際的感受到的 所以這是我比較推薦 而且多支持台灣的品牌 這也是一個蠻好的開始